投资朋友圈 助力你的投资决定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嘉宾建股环节 今天Alan为大家介绍的这支个股是中国人寿 我们来听一下Alan最新的解读 其实内地保险股是从来我一直看好的板块 主要是就看到内地整体的保险行业的渗透率 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低 所以未来的那个增长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看好的一个行业 所以每逢它出现一个估值或是股价调整的话 都是一个不错的进场的机会 中国人寿的话 其实它可能就过去几年 就有几年 可能是17 18年的话 经历一个比较就业务上上面的第一潮 然后就迅速恢复上来了 就算在过去就第一季度 就是疫情在内地影响最大的情况底下的话 其实它的新增业务价值 还是保持着一个高单位数的增长 增长就是在整体行业了 里面算是一个不错 就经营的算是不错了 进入到第二季度的话 就随着内地的大部分的富工夫产 或者是人人的交流 其实慢慢恢复增长的话 所以它的线下的那些业务 其实有望会迎来 以后要报复性性的反弹 所以第二季度就中人寿的那个业绩的话 其实是值得去憧憬的 另外一方面 大家之前对于就保物保险的 就或是人寿的最担忧 可能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投资的业务 就毕竟他们是收客户钱 然后他需要做一个 进行投资的 投资需要做一个长期的增值 他投资主要都是以一些国 以一些债券或是一些定收为主的 有部分当然会投到股市场上面 就过去可能就一两个月 可能就华市场比较波动情况底下的话 大家担心它的投资业务 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或深远的亏损 这样的 但是就随着另外美国5%Q以后 就环球的这种市场 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 其实现在来看都趋于稳定 所以大家也不担忧它的那个投资方面 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亏损 尤其是我们看到A股 其实已经慢慢区域到 可能疫情之前的这个位置 或是去年底的这个位置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这方面的担忧其实也可以 就慢慢的减低 所以随着它一个长期来说 增长的确定性或是可见度比较高 短线因为某些原因 或者大势不利的情况底下 它的股价出现一个明显的 那个回头调整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入场 做一个长线部署的机会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股份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值得去期待一下的 那其实中国人寿我们看到 最新的一个报价是15块4毛2 目前今天下跌的幅度是3.38% 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您所说的一个 可以布局的一个机会呢 对 其实它这两天那个走势的话 就明显是弱于大盘的 就是它差不多跌到就也有了低位 而且是我看到大势也可能在短期 已经有一个见底的状态的话 所以大概在15块4 走的位置其实可以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不错的步数 短线的话其实可以看到 它可以看到那个100天线过 是250天线走的位置 大概就是那个18块2到18块6的位置 就是一个短线的目标 那其实说到这个保险股呢 我们早前也有一支这个蓝筹股当中 大家很看好的友邦 最近看到瑞银也是降了友邦的目标 也是从85元是减至了83元 具体来看一下瑞银就表示说 维持一个买入的评级 以反映首季新业务价值跌24%的预测 第二季将会持续受压 并且将友邦盈利预测下调至跌9% 瑞银就称首季的业绩会受到 香港业务推累 但是近期从渠道了解到 过去几个月友邦在内地招募代理人数 势头是超过预期的 网上销售也有良好的增长 加上内地加大外资准入 以及对于疫情的一些情况 是慢慢地有所缓和 那保险需求会增加 也会成为友邦未来的一个催化 对于友邦来讲的话 虽然是有降这个目标 但是大行也表示说了 有其他的大行就也认为说 内地的这个业务 其实会比想象当中的代理人数 招募的更多一点 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对于友邦或许的看法 您的一个观点会和刚刚所说的 这个中国人寿有一些不同吗 其实都差不多 而且其实我对友邦的看法 可能就比其他那些人的看法 更乐观一点 就毕竟就友邦有一个 比较长期的trap echo在 而且如果不是受到疫情影响 或是也不是受到过去半年 就去年下半年 那个社会线索影响的话 其实他在香港的业务就不会受到 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这方面的冲击都是短期 而且这个冲击是不影响 就未来他长期的一个需求 就毕竟海外的一些保险产品 对于内地的居民来说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 所以随着那个疫情过去 就两地的关口 或者是人员的流动慢慢区域的话 那个就保单的需求 或者是那个保单的增长的话 会有一个更明显的 报复性的反弹 而且之前也提到了 就是内地已经允许 就外资的保险公司 可以在内地拓展业务 而友邦在这个允许之前 已经在内地部分城市 有一个四点在 有布局了 对已经有布局了 所以他未来的一个增长 或者pick up 应该比其他的海外保险公司 就来得更快 所以疫情过后 两地无论是人员 或是交流 或是社会的复工复产 慢慢区域增长的话 其实友邦的未来的 收入增长的确定性 就没有因为过去的 两个世界疫情 跟社会世界会受到影响 所以每逢这些短期的一些利弹 导致他的股价出现回调 调整的话 是一个不错入场的一个机会 就现在如果你从现在来说的话 以一个长时间尺度来看的话 股价算是一个超尺的状态 如果是作为一个长期投资的话 我觉得现在这个价位 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机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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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